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直播造型又被潮,粉色挑染泰沙玛特,小腿粗壮疑似胖十斤。 在这个美女如云的娱乐圈中,尽管杨子的相貌并不算出众, 曾因不够讨人喜欢而数年无戏可拍, 但最终她凭借着自己的实力成功突围,而对于一直被众人嘲讽的颜值和着装, 杨子也在不断努力改善自己,最近的直播中展现出她在造型方面的巨大突破, 然而即使如此,网上对她的评价也褒贬不一。 在9月13日的一场直播中,杨子再次展现了她非凡的时尚品位, 不仅在服装方面有了巨大的变化,她的发型也有了显著的突破。 这一次,她身穿一件罕见的白衣,搭配一件简单的衬衫裙, 展现出她都市范儿和精英气质。 网友们还揭露了她穿搭的价值, 一条简单的白色衬裙价值超过2000, 鞋子价值也达到了1200。 不过放在娱乐圈里,这个价值也还算正常。 杨子的发型引人注目,她扎着双马尾, 罕见地染上了粉色挑染, 发尾则用白色丝带缠绕, 给人一种既乖巧又叛逆的感觉。 与平时不同的是, 她的风格多以简约甜美为主, 这是她造型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尽管杨子的发型大胆创新, 但并非所有造型都适合她。 然而,这次的发型暴露了她的缺点, 让她的脸显得更加肉感十足。 此外,她的发型并没有遮挡多余的肉, 反而让她的脸更加圆润, 再加上泯嘴时的表情, 不少网友不禁感叹, 仿佛她是一个白嫩的馒头一般。 这一次, 杨子罕见地露出了她的小腿, 值得一提的是, 无论是参加线下宣传活动还是走红毯, 甚至是私下造型, 她大多穿着长裙和长裤, 极少将小腿暴露出来, 这也引起了不少网友的猜测, 是不是杨子的小腿过于粗壮, 因此她才不敢公开。 杨子的短裙暴露了她的缺点, 从她全身的照片中可以看出, 尽管她的腿部非常白皙, 但她的小腿却明显存在坠肉, 斜着摆放时, 小腿之间的坠肉更加明显, 甚至出现了分层现象。 不少网友对杨子的腿部坠肉提出了质疑, 认为她的体重似乎超过了10斤, 因此出现了明显的分层现象。 此外, 杨子的粉色挑染造型也引起了不少网友的不满, 认为她过于沙玛特, 甚至有人呼吁她不要在30多岁时装出少女的形象。 尽管杨子的形象在网友中引起了不少争议, 尤其是在细节方面受到了广泛的批评, 尽管也有一些不太好的声音, 但我们仍然希望她能够汲取一些正确的建议并加以改进, 以便在未来更上一层楼。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杨子作为国民闺女, 在面部状态和演技方面都呈现出越来越出色的表现, 她的精湛演技往往比她出众的颜值更为重要, 因此, 我们希望网友们能够给予她更多的宽容。 当迪丽热巴和杨子同一天活动造型曝光, 我才醒悟, 上天是公平的。 迪丽热巴与杨子, 美与才的不同境界。 两位娱乐圈内备受瞩目的90后花旦, 迪丽热巴与杨子, 身上散发着截然不同的魅力。 虽然在外表上, 他们都拥有着高颜值, 但娱乐圈的生存法则告诉我们, 美貌固然重要, 但并非最为关键的因素。 迪丽热巴一直以性感大气的形象是人, 不管是红毯还是日常穿搭, 她都能轻松驾驭。 最近一次代言活动上, 她依旧延续了自己的风格, 穿着亮色高定礼服, 配已经心打理的发型, 展现出了她的美杯和修长的美腿。 粉丝们纷纷感叹她的美貌, 不禁称赞她的稳定表现。 然而, 总有一些人认为, 尽管礼服美丽, 但她的发型却未能展现出她的魅力。 这样的争议在娱乐圈常见, 不同人有不同的审美观点。 但无论如何, 迪丽热巴的美貌仍然是毋庸置疑的, 她一直以来都能凭借出众的外貌, 吸引粉丝的关注。 相较之下, 杨子则更多地走温婉清纯的路线, 但最近的一次亮相却让人眼前一亮。 她选择了一款性感的黑色, 挂柏露杯连衣裙, 突破了自己一直以来的形象。 虽然这个造型有一些人不理解, 认为不够适合她, 但也有人对她的大胆尝试表示赞赏。 然而, 一些人指出她的妆容看起来奇怪, 甚至质疑她是否整容。 这再次证明了在娱乐圈, 外貌不是唯一的关键。 杨子虽然在外貌上有不同的尝试, 但她一直以来都凭借自己的才华和个人魅力脱颖而出。 两位花旦各有所长, 迪丽热巴以外貌出众而备受瞩目, 而杨子则凭借才华和个人魅力成为实力派女演员。 在娱乐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和闪光点, 比较只会带来焦虑, 美貌并没有天花板。 正如其他女星们一样, 于舒欣和赵露丝都经历了不被认可的时期, 但她们没有放弃, 通过不懈的努力, 逐渐取得了成功。 她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只要用心发掘, 就能取得成就。 娱乐圈内有许多像迪丽热巴和杨子一样努力而耀眼的女星, 她们或许不是完美无缺, 但她们的努力和才华一直在感染着大家。 因此, 作为粉丝, 我们不应过度比较, 应该欣赏每位明星的独特之处, 包容她们的不足, 因为她们也是普通人, 拥有自己的闪光点。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